佟小梅急忙来春生家等萧春生,把郭黑子要在半路袭击她的事说出来,萧春生却不以为然。 萧春生知道叶国华对贺红灵的一片痴情,劝佟小梅好好考虑一下和叶国华联姻的事,佟小梅反问她的感情问题,萧春生谎称她已经找到书库那个姑娘,还把姑娘的外貌描述了一番,佟小梅本想把她就是书库那个姑娘的事说出来,最后还是忍住了。 佟小梅和叶国华摊牌,他们俩开诚不公,说出各自的想法,佟小梅把郭黑子要教训萧春生的事说出来,叶国华二话没说,就去给萧春生报信。 叶国华坚持要和春生共进退,萧春生主动向郭黑子赔礼道歉,郭黑子不依不饶,要为其天讨个公道,双方发生混战。 郭黑子一拳把红军的眼镜被打落在地,他顺手拿起眼镜腿刺伤了郭黑子的眼睛,在场所有人都傻眼了,兄弟们把郭黑子送到医院。 叶国华想让陈红军去他老家保定躲一躲,萧春生以大哥自居,愿意替陈红军承担一切罪责,齐天让他替陈红军受过。 童小梅来给郭黑子换药,他清楚地听到齐天和萧春生的谈话,替萧春生捏了一把汗。 陈红军很快来到保定,陈红军向叶方隐瞒了事情真相,叶方早就猜到八九不离时。 经过童小梅精心护理,郭黑子的伤势渐渐好转,萧春生心甘情愿为陈红军受过,他来找齐天还债,齐天没有来,还让梁东债划给萧春生。 贺红军的生日,齐天给他准备了一份礼物。 齐天把萧春生叫到家里,齐天拜托萧春生照顾贺红军和郭黑子,他要去南方闯荡一番,最后去香港。 齐天劝萧春生不要辜负了贺红军的感情,更不要把他让给叶国华。 老四向李尚游汇报了齐天要给贺红军庆祝生日,然后就去香港了。 李尚游隐忍多年就是想找齐天报仇,他不肯放过这最后的机会。